好 定关心林书豪所属的胡人队 今天做客纽约尼克队 也就是林书豪的老东家 虽然胡人队溃败 林书豪也没有打出水准 但包括他自己还有纽约的球评 在内都认为林书豪一定会东山再起 哈佛小子林书豪回到纽约 对上老东家尼克队 虽然没有先发 但是每一节都有上场 可惜胡人队最后以80比92溃败 而林书豪虽然只拿到4分 却有7次助攻 但也出现4次的失误 虽然没有打出水准 但林书豪仍有信心 一定会东山再起 我觉得我比较高 我觉得我比较更改变 我觉得现在人们可能会说 那是傻话的 而对于林书豪没有受到胡人队教练的重用 美联社球评认为 只要多给林书豪机会 林来风还是有可能再现 三年前的林来风 就是在麦迪逊花园广场这里发生的 今天再度重回旧地 而林书豪这三年间所经历的人情能乱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以上是东森新闻 王英如同一节来自纽约 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采访